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中国呼唤有使命感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的大学 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上海浦东 在新兴产业集聚的张江高科技园上海科技大学应运而生 为了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培养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强强联手 共同创建了上海科技大学这所小规模研究型创新型的大学 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的全力支持下 上科大新校园已于2015年底基本建成 国家在能源材料以及环境领域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就是我们物质学院开展科研和人才培养的动力和方向 我们生命学院的教学与科研 聚焦于现代生命科学的最前沿领域 这些领域都对我国医药医学的发展 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 起做至关重要的作用 信息科技引引来人类文明的飞跃式发展 信息学院的目标就是在这些国家战略重要领域开展原创性的研究 并培养产业发展急需的科创人才 学校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创业 邀请相关领域的大师级人物来校和师生交流 我们创管学院的教学和研究将给上科大学子提供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链 培养服务实体经济的管理人才 让优秀的发明家成为成功的企业家 就是创管学院的使命 同时 学校提供最前沿的创新艺术教育 涵养理工科学子 培养综合性复合性人才 我们创意学院致力于以领先科技推动艺术领域的创新 与创管学院和三个理工科学院一道 为培养理工科学子的创新意识 创意思维和创业能力而共同努力 前瞻性的办学理念 上海市与中科院的权力支持 是上科大吸引一流教授的关键因素 nombre 学生医院人方多出色 为其他小细肢的原因 我们立专专业的世界上 研究码研究专业应长 尼科并社医院者 研究研究较理工科学 和研究科学院 在禾堂 我们联合成医院 学生医院 在设计 層次的層次的層次,層次的層次, 我们组合这些層次, 和解决了人体的组织, 它会转移动的状况 新的药物是建设和发展的。 数学科学研究所为理工科学职 提供扎实严格的数学教育, 同时有有才好的研究者 提供一个无限显示的数学空间。 我们资历于造就新一代 数学和应用数学学研究都创新人才。 特聘教授是上科大与中科院密切合作, 开展科教融合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 与上科大成立的联合实验室, 在科研合作中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还开设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 担任本科生的导师, 指导研究生的科研, 投身到大学的教书议论中。 一流教授是一流教育的基础。 上科大开展本科生及研究生教育, 培养学生成为科学技术背景扎实, 创新创业意识出众, 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情怀的科研型人才, 管理型人才和创业型人才。 国际化无缝衔接, 是上科大本科培养的鲜明课色。 过半的理工科基础课和大部分专业课, 已实现部分或全英文教学。 所有本科生必修术、理、化、生、信息等专业基础课程, 为日后跨学科研究和就业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的普通化学衣选用的是与加州理工相同的教材。 作业课件都是全英文的, 十分有趣,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公共通识课形式灵活,教师团队开放多元。 设计思维这门课让你脑洞大开, 在这里你能够了解如何解决问题的全部过程, 为以后的科研生活打下坚实基础。 制造学术X这门课非常有挑战, 我们在短时间内设计并制作互动型智能作品。 这种快速学习结合创新实践的模式, 颠覆了我对传统学习的认识。 在中华文明通论课上, 我们学习讨论中华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方方面面, 对中华文明发展的继承性和独特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上科大还积极与国际一流大学开展合作, 构建国际化的学习网络。 学校已与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芝加哥大学, 耶鲁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 康奈尔大学, 牛津大学, 卡奈基梅隆大学, 等世界一流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 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合作项目, 合作高校还在不断增加。 2017年的夏天, 我参加了加州伯克利的暑期交流项目。 无论是英文还是专业课的知识点, 都让当时大业的我能够不负力地接受。 就在那时, 我充分感受到了 上科大国际化这个词的含义。 2017年春天, 我在哈佛学习了一个学期。 不光所有课程都拿到了A, 并且在一门专业课上, 还获得全班第二的好成绩。 与此同时, 我还加入了神剑科学大牛 Kathryn Dulac教授的实验室做研究。 在上科大的科创竞赛, 以及实验室经历, 使得我在那里的工作也毫不吃力。 学校设立书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健全人格。 每位学生都有教授导师。 导师育人, 博雅教育, 创新实践全面开展。 科研无缝衔接, 也成为上科大本科培养的一大特色。 在上科大, 所有本科生在毕业前 都将具有在实验室的实质性科研实践经历。 我们导师小组由六位同学, 三名导师构成。 这种师生比在很多学校是享受不到的。 导师致使我在大一就得以进入实验室, 还有机会发表文章, 迈出科研生涯的第一步。 导师研讨课是每周柱楼的教授大牛们, 为同学们带来的交流盛宴。 学术, 文学, 艺术, 哲学, 无所不有, 各种长见识。 17年夏天, 我们全体16级同学走出上海, 进行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我们疫情29人前往辽宁安山, 对安钢进行了为期7天的考察。 我们了解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也了解了东北老工业基地, 目前面临的困境和未来发展的前景。 上科大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特别有意思, 有意义。 18年8月, 我们16级的同学参加了暑期产业实践活动。 我们小组的课题是新药研发。 通过做访多家企业, 我们了解到了许多有关新药研发产业链的知识。 也由企业导师提出, 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到他们那里去工作。 这也极大的提升了我们对未来职业发展的信心。 初出茅庐的上科大学子, 已经开始体会到上科大造带来的竞争力。 上科大的创新风气非常浓郁, 我们还会以社团为基础组织, 外出参加各种竞赛。 团队的实力都非常强。 比如在18年的5月, 我们的高性能计算团队, 就以黑马的身份, 在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中斩获了赢奖。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的挑战, 但最终我们取得了可以说在亚洲赛区都非常优异的成绩。 学校给予了我们非常大的帮助, 而上科大在生命、物质、信息、 三个领域之间的紧密合作和学科交叉, 对于提升团队竞争力的帮助更是不言而喻的。 上科大围绕国家急需的前沿领域开展科研。 在教授、学生和专职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短短几年,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已如潮涌现。 借助iHuman研究所高水平的科研平台, 在上科大读研期间, 我在导师刘志杰的指导下开始对大麻素受体的研究, 经过四年的艰苦公关, 在国际上首次看清了这个受体的阴阳双面。 上科大采用了大学院的设计, 使得交叉融合优势互补成为了现实。 我们不同课题组间经常交流合作, 这些在我的论文中均有体现。 基于光场的人工智能, 无论是静态物体、动态人物还是大型环境, 都能把它们活连活现地展现出来。 我们现已完成研究向产品的转化。 在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基础上, 上科大正在与中科院等单位合作建设 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实施重大科研项目, 并与张江高科技园内外的高科技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 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 做出重要而独特的贡献。 上科大在上海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中, 承担重要任务。 国家科学中心计划建设的大科学装置中, 上科大正在负责和参与其中的五项。 上科大科学融合的办学理念, 正在转化成为对上海科研中心建设实实在在的贡献。 我作为共同第一作者, 发表在Nature子刊上的成果就是在这里做出来的。 蛋白质中心和上海光阳的高端设备, 是我研究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力气。 原影与上科大成立联合实验室, 在生命、信息科学等领域共同开展产学研项目, 并在人才交流、学生实践、就业等方面加强合作。 诺华和上科大在人才培养和科研方面开展积极合作。 此外,诺华和上科大在学术交流, 以及资源共享方面正在探索进入部的合作前景。 陶氏化学和上科大在基础化学、新材料等领域 都具有开展科研合作的潜力。 我们也期待上科大的优秀毕业生加入陶氏。 选择上科大就是选择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的课程, 丰富的实践活动和交流机会,还有大牛教授做导师。 选择上科大就是选择科学的研究训练, 为日后的科学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选择上科大就是选择把教书育人放在第一位, 同时开展服务国家战略的原创科研。 上科大将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将习近平总书记高等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 进行在立德素人的学生培养中, 进行在科技创新的研究工作中。 选择上科大就是选择一条立志成才爆裹玉米的人生道路, 成为具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创新思维的动良之才。 就是选择投身于高等教育的改革视野, 为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共同奋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